准政副总统赖清德肖美琴车队 二号下午两点抵达国防部 部长邱国正亲自迎接 随后进行机密简报 总统府事后释出照片 外界关注了同行者解密 包含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和国安会副秘书长刘德金都在列 而顾立雄正好被点名 是接棒国防部长呼声高的人选 这回跟着一起听机密简报 十几点格外敏感 而且另外两位也被点名 接棒的李仲威和黄树光都没出席 让外界对国防部长的人事不值 有了更多想象 赖消听完机密简报后 下午三点零五分左右 车队离开国防部前往恒山指挥所示导 形同是准总统创先例 进山洞示导 赖清德总统曾经历经行政院院长 以及副总统各个重要的职务 在这种状况之下 这些相关的资料 他其实应该早就有相当程度的认识 假如本身是个搂蛋 就算经历再多的职务历练 他到了最后还是会手忙脚乱 这回赖消到国防部局远远给媒体 捕捉车进车出画面 对比2016年刚当选的蔡英文 听取机密简报 大动作让媒体拍摄 这回赖消的做法低调不少 而且蔡英文当年是4月14号 才听取简报 赖清德却在4月2号就听取 时间点比蔡英文早12天 他听的时间是比较早急的 这什么意思 两岸紧张肉 或者美国认为紧张了 在过去都是行政院长 国安会的秘书长 确定之后才听国务部长 相关单位去视察或了解 提早进入状况 这对国家是一件好事情 是两岸兵凶战危 迫使赖清德得早一步听简报吗 蓝绿各自解读 记得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